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德國總理索爾茲任內首次訪華 儘管有人不支持索爾茲在這時訪問中國 但索爾茲回到德國後就說 他與中方反對在蛙蘭使用核武器達成了共識 這足以成為他這次訪問的理由 索爾茲在他所屬的社會民主黨的一次辯論活動中說 因為中方與他能夠宣布 在這場俄烏衝突中不應該使用核武器 單憑這一點就令整個訪華行程變得很值得 根據《人民日報》的消息 中德兩國領導人在會晤中就烏克蘭危機交換了意見 共同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酸道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 中國一直都堅定反對核戰 習主席在會談中對索爾茲說要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 這對中國有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 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這個議題上作為亞歐的兩個大國有著共同議員 今次索爾茲的訪問為兩國合作注入新動力 亦令低迷的中歐關係帶來了轉機 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俄烏衝突以來 美國試圖拉攏歐洲和中俄形成陣營對抗 搞其新冷戰 以壯大壓制中國發展的力量 索爾茲今次訪華確實對拜登政府造成了打擊 11月5日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 在Twitter上發表圖文講述德國企業和中國的合作 反擊了所謂對華脫歐的雜音 華春瑩發帖寫上 同中國脫歐?他們說不 他用一張圖梳理了今次隨同索爾茲訪華的 12間德國企業在華業務和經營情況 發工企業巴斯夫集團目前正在中國 建設他們最大的投資專案 今年9月6日 巴斯夫集團在廣東站江投資的一體化基地專案 舉行投產儀式 這個項目總投資大約100億歐元 是德國企業在華投資規模最大的單體專案 運動企業Adidas 2021財政年度 在大中華區的銷售額達到45.97億歐元 大眾車廠計劃投資20億歐元 和中企建立合資企業 德媒此前透露 大眾計劃投資20億歐元 和中國人工智能演算法晶片研發商地平線 在中國建立軟體合資企業 雅克化學2021年在大中華區銷售額達到17.9億歐元 根據雅克化學集團官網 這個銷售額創了歷史新高 而且預計2020年將會繼續增長 保馬車廠將追加在華投資13.86億歐元 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在中國上海建立新的醫藥公司 醫藥生物企業默克集團在2021財政年度 這間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額達到28.87億歐元 德爾志銀行是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全牌照 外資承銷行之一 2019年9月德爾志銀行宣布 德爾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獲批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A類 主承銷業務資格 製約及化工具企企拜爾集團 這間公司2021財政年度 在華銷售額達到38.56億歐元 嬰兒食品製造商喜寶集團 中國是整個喜寶集團 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出口市場 西門子電器2021財政年度 在中國市場營收83.32億歐元 地資器環保設計股份公司 這間加熱技術公司 對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持樂觀態度 有外國網友在推文下留言說 這是我這幾個月看到最好的涉華資訊圖表 請繼續提供更多這一類的信息 多展示反應對兩國福利和福祉影響的資訊 合作是通向繁榮之路 和索爾茨隨行的德方經濟代表團 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 根據德國商部此前報道 百多間公司申請政府專機上 令人羨慕的座位 最終12間獲准 因為中國的商業從未像今天那麼重要的 西門子、瓦克化學集團、Adidas、拜爾等負責人 就在名單中 在中德經貿關係出現一些雜音的當下 這次訪問無疑是傳遞出 德國工商業對中國市場的重視 這次隨同索爾茨訪華的商界領袖來自多個行業 他們代表的企業每年在華營收高達數百億歐元 內地媒體引述專家認為 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德國高管 隨同索爾茨訪問中國 證明任何想讓中德經貿關係疏遠的離心力 都比不上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吸引力 另外看看2022世界盃周邊的商品 幾乎都被中國製造成包 其中浙江二污的產品佔近七成 2022國際足球總會世界盃足球賽 將會在11月20日在卡達爾開打 延續過去幾屆的趨勢 越來越多的世界盃周邊的商品被中國廠商包辦 目前本屆世界盃商品的官方專賣店已經開始營業 各種世界盃球衣、鞋帽、背包和紀念品開始熱燒 世界盃官方核准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來自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大陸 其中大約有七成是出自浙江的二污 根據央視財經報道 本屆世界盃足球賽商品的官方專賣店已經在11月4日開門營業 熱賣的商品裡不少都有中國製造的身影 一間專賣店工作人員就介紹 這裡出售的各國球衣、帽、背包等大約60%以上的商品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生產 快科技就報導說作為世界工廠 幾乎全球任何一次的大型集會 都不會少了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身影 本屆世界盃在卡塔爾舉行 雖然中國大陸男子足球隊被淘汰而無緣世界盃缺助州 但是大陸的外貿商就在海外市場上提前展開競技 專賣店的商家就反映中國的商品質量很好 顧客也很喜歡 由於銷量遠超預期 這些專賣店近期還向官方授權的 中國供貨商追加了訂單 報導說作為中國小商品市場重鎮的浙江移污 對於世界盃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移污跨境電商協會會長徐嚴就說 今年根據移污體育用品協會的估算 在整個世界盃周邊商品市場份額中 浙江移污製造幾乎佔到70% 而根據中國大陸海關出口的數據就顯示 2010年南非世界盃的時候 當年1至5月 經移污海關出口的體育用品和設備 是6,554萬美元 2014年巴西世界盃 同樣是當年1月至5月 經移污海關出口巴西的小商品達到1.6億美元 上一屆俄羅斯世界盃 2018年頭4個月 移污對俄羅斯的出口額超過10億元人民幣 今年出口的世界盃商品數額應該還會增加 要跟中國脫鉤真是說就容易 做起來很難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是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